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Meet is Alec 咪咪的水底檸檬,我是阿哲 相信大家看到這畫面一定很熟悉 其實就是原本的Micrope畫面 只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 這邊為什麼會有這個 April Force April Force是什麼呢?然後 你第二個就是眼睛一點的看到 這個左下角的地方 蛤?Micrope 2.0? 欸?Micrope 2.0出了嗎? 喔對,看到這個先不要急著去更新齁 呃跟大家講一下齁 其實我記得這個,Micrope 2.0 其實是,算是比較晚了 現在已經4月,4月十幾號了 可是,Micrope 2.0 是4月1號發布的 然後你就寫會,欸?4月1號 April Force,嗯沒錯 這個,這是那個 他的官方就是在4月1號 愚人節嘛,就是 他就是釋出這個,Micrope 2.0的 對啦,這個是騙人的 就是,2.0根本現在 還沒啦,你現在按更新 他現在一直到1.5而已啦 嗯,可是,我覺得 這個2.0還蠻有意思的地方 是,他真的有新增一些還不錯的功能 可是有些功能是 還蠻瞎的啦,那 對啊,那我們就來一一介紹一下好了 我們就是,就是 今天做了一個地圖,就是這個 然後呢,他這邊 就是我自己做的啦 然後他就寫,Welcome to Micro 2.0 我們先轉移,那個好了 先轉移生存 比較有意思 就是,Welcome to Micro 2.0 對,然後我就,再跟大家聲明一下 因為,這個Micrope 2.0 其實是,好像什麼mode都裝不了 所以我,這個只能打英文 沒關係啦,我會幫你翻譯一下 然後呢,對,看起來沒什麼一般吧 其實你往後看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這什麼 這個,玻璃是怎樣 對,那我就,介紹第一個吧 這個,block of coal and colorful grasses 就是,這個,彩色玻璃 還有這個 大家知道這什麼嗎? 這個是那個,用那個 煤炭做的煤炭 合成方法就是像這樣啦 就是,玻璃的合成方法就是 前面就是8個玻璃嘛 然後這邊放一個,就是你要的燃料 所以,它那個 燃料有多少,那個 玻璃就可以做多少顏色啦,還不錯 然後合成這樣就可以做8個 8個這個東西 嗯,然後煤炭 就是,過敏思義嘛 就是,這樣子做,然後就可以變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玻璃算是它 蠻有力氣的地方,可是煤炭 嗯,我就不知道要幹嘛欸 就,不了解 然後你看 這個,我覺得這個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希望 然後,以後真的可以新增這種東西 雖然現在裝一些MOD就可以啦 其實,這是官方的 官方,就是自己做的 所以還不錯 然後我們看第二個 這個,Flypress and Finances Flypress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1.5的東西 就是,要LOAD還是什麼的 對啊,就是 投資器啦,可是要LOAD還是什麼 所以應該,不知道,你們自己去研究 然後,對,我這些是放一些雜物 然後 嗯,它的 它說,這個只要你這樣子 放進去,你看,這邊是雜物喔 可是你放出來的東西 你確定一直拿到生魚 這有點奇怪 然後你就一直拿到生魚 對,這些東西全部變生魚了 就不知道是為什麼 啊,好啦好啦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熔爐啦 Flypress就是熔爐的意思 嗯,這幹嘛呢 我這邊寫一個Danger 對,熔爐開始有危險性了 我來試試看 我們來那個 拿那個生牛肉去燒 來看它這會變怎樣 然後我們先看第三個好了 Torch can be burned out 就是 你 對,這是火吧 對,它是說火爐放一陣子它就會熄滅掉 WAT 對 這有點誇張 然後 你可不可以 就是看到這個熔爐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就是 好像不太正常的樣子 對,讓我們再讓它繼續燒一下 嗯 然後 它在動物的地方也有做很多 就是 更改啊 前面的牛 你不用管它了 這是一般的牛 它說什麼 crazy animals 對,我們先把一些 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把它拿出來 這些東西都不需要了 就是把它拿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我待會要介紹的 對 小麥 胡蘿蔔 金蘋果 都是我要介紹的 對 然後你看它好像越來越怪了 嗯 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再等一下 對 應該快好了 快 好了 然後 你 你不覺得這樣 喔 對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畫面就是 好了 我應該不用再多說了 這個有點 有點 有點 有點離奇了 所以 你玩這個版本 千萬 千萬不要 以後千萬不要那個 不要燒太久 熔爐 千萬不要燒太久啊 這 會發生那種 無法運行的事情 然後 我們 設一下時間 然後 我們再那個 好了 也有些 那個 柵欄炸毀了 欸 按錯了 抱歉 就是 我們先轉到創造一下 然後 不要再燒了 喔 夠了 好恐怖喔 這 這啥 啥東西啊 真的 好啦 反正 就是 請大家注意一下了 不再多收了 你們自己也看到了 我剛剛也被嚇到了 因為那個威力真的 根本炸彈啊 這根本炸彈嗎 真的是 好啦 那我們再 喔 呃 隨便再填一個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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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 就是 隨便放一個東西進去啊 再放這個熔爐進去 反正就是田地用的 好啦 那反正 那我們再 弄回去吧 對 好的 那我們繼續介紹好了 這個就不用管它了 就是 這丟掉好了 真的是 就是我們要介紹動物的部分 動物的部分呢 就是 呃 殭屍豬人 對我們 把它放在 anymos裡面就好了 這個 牛羊豬馬 我們先重生豬一下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豬有點 奇怪 就是 有一般的豬 然後還有這個 你知道這個什麼動物嗎 其實 它的 把它命名為 那個小馬 它是馬 它不是豬 啊 然後 牛其實也是啊 這個是 他說這個是真正的馬 然後這個是 小馬 對 這個 我覺得不太像就是了 這個 然後 這個羊呢 羊好像是一般的羊啦 對啊 沒什麼差別 可是 可是呢 你拿這個金蘋果去餵羊 你餵其他動物不行喔 你看 你餵其他動物不行 可是你餵到羊的話 它就會 飛起來 所以不要 不要亂餵羊就是了 因為它會 它會 飛起來 這個 是這樣 飄飄欲先是嗎 好啦 那我們再 我們再去看其他動物好了 這個豬眼 你們 這個小馬 是要用胡蘿蔔去引它 對啊 嘖 可是它現在不鳥我 對啊 算了 那 小麥的話 大家知道小麥可以餵牛嗎 就是餵一些動物之類的 可是你餵太多 會有危險的 你餵太多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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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太飽了 然後 就爆了 這陣子 對 其他動物也是這樣子 就是 這是 一個 蠻血腥 對 這個豬不能餵 這 好啦 這個 其實 蠻恐怖的 對 這根本 呵 好恐怖 好像 你按10下 它就會爆的樣子 對 有點恐怖 然後羊的壞 好像也是這樣 對 好了 不要再試了 這有點危險 這有點 有點 呵呵 然後我們把 對阿 殭屍座我們放掉一個地方好了 就是 這個 is that mobs 對 這個mob的地方呢 對阿 我殭屍座我們有重複放了 就不管它了 就 對阿 這個嗎 我們先把東西清理一下 就是 可以看到上面那些 左邊的 對 不要懷疑這是雞 對阿 大家想說 我是不是放錯了 為什麼雞是mobs 嗯 這樣就知道了 然後我們這些東西 對 然後這個 為什麼要放這些東西呢 我待會也跟你一一介紹一下 對 好 就這樣 我們先看殭屍座人好了 反正你不打它 它也不會去攻擊你 就是 殭屍座人嘛 我忘記調那個模式了 我們先調就是 因為我剛剛調的 它不會出現 對 看到殭屍座人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的地方 就是 它手上拿的 不是黃金劍 而是一個 附魔魔果的告示牌 為什麼會這樣 這這這也是 這也是不解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 再看到這個雞的地方 看到這個雞呢 就是 為什麼把它歸雷為mobs 因為你看到太久的話 它會去攻擊你 然後 就有點危險 哦 然後 你會被它啄死就是了 就是 這是 這 挖著 挖著 這 超危險 對 然後你就 被擊殺死是哪招啦 這是哪裡 對 那我們再回去那邊好了 因為真的是真的是太荒唐了 為什麼會這 哦 下雨 跳一下 所以雞是一個非常有攻擊性的生物 千萬不要去惹它 應該是 你看到太久 就是 跟跟安德一樣啦 就是你看到太久 它就會攻擊你 這 然後雞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然後我的生蛋的 雞的生蛋 生 生怪蛋跑到哪裡去了 嗯 對 在前面 不要看它不要看它 千萬不要看它 千萬不要看它 不然你會被捉 不然你會被捉 不夠恐怖的啦 然後我們 重生一些雞 這些雞其實是還有一些特色的 嗯 怎麼說呢 我們再進去一下好了 就是 雞嘛 你一直 你一直生 你一直生雞 對 看到了 看到這個 這個藍色的雞嗎 這個藍色的雞也是因為昨天的 不是 我們重點不在這 這個藍色的雞呢 其實是 啊完蛋了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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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藍色雞呢就是那個 怎麼說呢 我們先把它調合拼好了 好恐怖 這個藍色的雞就是 那個 它會 一般雞 雞我們是生雞蛋嘛 可是藍色的雞是生那個 青金石還有鑽石 它算是就是 很稀有的雞啦 就是你一直生 就是有機率性的這樣 對 然後 我也不想再去鳥他了 對 然後今天應該也可以威抱他 所以算了 對 我們還忘了介紹另外一個生物 我們不要進去好了 有點危險 就是呢 大家知道凋零怪怎麼做嗎 對 知道怎麼做請告訴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 好 重點不在這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花盆和花在裡面 可是我不想拿 就 最後再拿好了 我先調一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創造 然後去拿一些東西 我們要的是玫瑰還有那個 這個花盆 然後呢 助凋零怪 好像差不多也是這樣嘛 就是你拿這個 然後再拿花盆 放錯了 對不起 在花盆 我們先調一下那個 GameMode 再調花盆 然後再按玫瑰 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很下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有點 憨呆的又有點 奇怪的 凋零 然後 然後你拿糖的話他會一直跟著你 然後這時候你只要按一下 右鍵 他就會多兩個頭 再按一下他就會變三個頭 這 然後旁邊的地方都變成花了 這 對他 他會那個像雕魚罐一樣 對不起 好不要再拿這個了 他會像雕魚罐一樣噴出那個 那個那個來 那個 頭 然後他噴出頭的地方 就跟骨粉的效果 就會變成一片草地這樣 WAT THE HELL 好啦 像是這樣啦 然後 我們介紹的是 Have TNT Have TNT Have TNT呢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對 顧名思義嘛 一半的TNT 我們先到岩地空去 一半的TNT 對 然後 再拿打火機 我們放一個就好了 對 這樣就已經夠了 然後我們把它放爆 對 它這個圖好像怪怪的 不管 就把它弄爆 對 然後 它有時候會 有一機 有機會就是 跑出一個東西出來 就 試試看吧 大家就知道了 因為這是有 這是有機率的啊 蛤 要放好幾次才行 可是有時候放一次就可以了 就不知道是為什麼 對 喔 有了 這個 會掉鐵站 然後 有誰可以問我 就是跟我說為什麼嗎 為什麼這種朋友會掉我鐵站 為什麼這種朋友會掉我鐵站 而且你被抓到 有可能會死耶 然後對 不解釋了 這個 一片朝地 嗯 然後這個 Token Blocks Token Blocks呢就是 也是過名思義啦 會講話的 那個 磚塊 的方塊 對 你只要一直按 一直按左鍵 就是連打 連打它 它就會有機會講話 對 它就會講話 然後不一定是那個 嘖 好吵 不一定是這個基岩啦 好像所有的 那個 blocks都可以 就你點它好幾下 就會講話這樣 然後我們介紹最後一個了 這個 Redstone What the 對 這個 紅石嘛 這個 紅石沒錯 可是 就是 就是 我們打到它一下 這個會一直閃嘛 對 一直閃 還不錯啊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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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先調一下 只是呢 如果你 紅石陷入有錯誤的話呢 它就跑出一個東西來 就是 呃 怎麼說呢 跑出 一堆 一堆 鬥魚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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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點恐怖 對 那這次介紹就要正面結束了 然後 大家是不是想裝 想裝這個 這個 2.0 然後 對 我也做了一些那個 懶人包還有那個 窄點給你們下載 那我們待會就來介紹這個東西吧 對 現在好 好恐怖喔 好的 我們現在要教大家怎麼 就是 安裝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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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們就是 影片網址就是下面會附這個 這個網址 這個 下載點 然後我們就按 Enter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去這個 就是 Micro 2.0的 然後 你一定有疑問 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版本 紅版 紫版 藍版 那到底什麼東西呢 我待會跟大家就是 一介紹 嗯 對 然後我們下載完 就是 先 你們應該知道怎麼下載吧 就這邊是亂碼 就不用管它 下來之後就會變中文 就是你按download 就可以下載了 這個應該不用教了吧 對 然後下載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下載這幾個版本 就是我們先拿紫版來做測試好了 就是呢 這個東西 這個 等一下我們先把它回到1.5的時候 對 就是 對 先回到1.5再說 對 就是 這些就有一些注意啦 就是這個 非真正麥克2.5 這個點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就是說 你看到的就是 它 之後 就是還是會 應該是還是會到1.6還是怎麼 所以這不是真正麥克2.1 所以這個是 原器搞出的把戲 然後 新增不少功能 遊戲很像 你們剛才也知道了 對 然後這個1.5.1 7.5過了 然後 這個是 micro.0 紫版 這個待會介紹一下 然後介紹及安裝方式呢 就是 影片的意思啊 因為我影片還沒上傳嘛 這個時候還沒上傳 所以我之後會再打上網址 然後 詳細介紹 就是 詳細介紹呢 就是 這個 東西 這個 就是 它有更詳細的介紹 就是在巴拉姆特裡面的 然後 你們 待會應該也知道 就是它介紹一堆功能 然後 對 我剛剛只介紹一些 就是 某些的功能 其實它有一些特色 我還沒有介紹到 你們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有些 實在是不能這樣即時介紹的 這樣 要蠻久的時間 對啊 這你們自己 待會慢慢看 然後 我們繼續看嘛 就是 目前BOX就是 沒有啦 你自己告訴我 然後 micro有分 紅藍直白 對 注意喔 這點 紅色 就是 只有 超級敵人模式 超級敵人模式 是什麼 待會也就跟你展示一下 就是 沒有其他2.0性功能 所以不推進裝 因為 對 2.0性功能沒有 然後又多一個超級敵人模式 我相信你 完了這個模式之後 我覺得你應該之後就不敢裝了 對 紫色就是 有這個超級敵人模式和2.0性功能 我們待會就要裝這個紫板 所以就會試試看那個 超刺激 對 體驗什麼是沒有死的話就裝了 對 沒錯 大概真的可能會瞄死 然後 這個 藍色就是2.0性功能 其實 我剛剛介紹的就是 裝這個藍色版的 就是因為沒有那個模式 對 所以推薦你裝這個 比較安全 然後 嗯 什麼超級模式 對 我待會跟你介紹了 然後 回去micro1.5就是 就是跟我剛剛一樣 就是勾選FORCE UPDATE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些就不用管 然後這些目標資料起來應該都是對的 然後我們要按安裝之後 他會問這個 檔案已經存在了 你要那個 就是 改成這個檔案嗎 就按是就是了 對 這個 一下就裝好了 然後 我們就按 開始吧 基本上這樣應該就已經回來了 就已經變成那個 2.0了 對 沒錯就回去2.0了 嗯 至於我們就來介紹什麼是 超級敵人模式好了 超級敵人模式好了 有點恐怖 對 我們先 調一下和平 然後 把 對 然後 超級敵人模式大部分都是下雨的 就有點奇怪 然後 我們就可以調成那個 我們調簡單就好 調簡單就好 然後這個雨呢 是一直下的 對 對 它會不停的下 然後我們待會就可以看到 什麼是超級敵人模式了 對 再等它一下吧 有些跡象已經出現了 有點恐怖喔 雖然這個雨真的有點吵就是了 喔 雨過天晴了是嗎 然後 你別以為超級敵人模式就只是下個雨就可以了事了 可以看到這邊一堆 一堆什麼一堆 這個 怪物還是什麼樣的 對 我們先拿 我們應該要先拿劍才對齁 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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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出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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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這個就是 秒死 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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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對 這就是超級敵人模式 所以 這什麼 你的頭裝什麼東西啊 這個 然後這什麼 這什麼 苦力怕 這 喔 好啦 然後過一陣子它 超級敵人模式就不見了 反正 然後過一下子又會出現 反正就是 一直循環這樣子就是了 然後聽說這個超級敵人模式你挑 就是你挑簡單它出現的頻率也高 你挑困了它那個 出現頻率可能就比較低的樣子 對 好了 你剛剛也看到秒死啦 那我也不多解釋啦 反正就是像這樣子 有點恐怖 好啦 然後其他裝的方法就是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至於我覺得 你們應該也可以就是 藍包 我是提供給那些就是已經 安裝到很 就是很熟練的 或是 像 或是那種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裝的 我才給你那個藍包 因為 我覺得很多事情你們都要自己來 就是 學習嘛 一些初學者我覺得你們都要 試試看就是進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這我待會也會 就是 附上影片的那個揭曉 你不要看它這個 這個英文就退避三次喔 其實這邊download 其實這邊 就是我之前下載的地方嘛 然後 這兩個應該都是 差不多的 反正我是點這個 working links 然後對 我是下載這三個 就是把它做了 來人包用的 然後下載之後呢 我們就先下載一個 錄的好了 其實那個 安裝方法真的超簡單的 你就先這個 然後這個廣告把它關掉 對 然後我們就等它下載一下 然後下載好之後呢 等它齁 我們先那個 進一下那個 一個 啊 下載好了 然後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microsoft.js 還有microsoft server 這個server其實你不用管它 就是 除非你知道玩多人 可是我對多人沒什麼研究就是 對 然後 首先你們先打就是 microsoft.js 所在電的呢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了 只是不知道 我還是跟你介紹一下 就是 兩個 百分比符號 加上 appdata 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 然後 再Enter 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點microsoft資料夾 就給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再進這個 bin 記住是bin喔 就是最上面這個 應該最上面 反正就是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microsoft.js 你們都會有這個 點進去的檔案 然後呢 我們再把 攝帶帶下來的東西 給它 拖進去 對 然後 對 在這之前呢 我覺得你們應該可以就是 備份一下 備份成這樣 這樣子 就是 你按就是 按複製 然後再 再按這個 貼上 就可以複製了 對 然後 我們就是 就是它會跟你說有同名檔案 就取代 取代完呢 你在看那個microsoft 就已經變成那個 2.0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啦 那我們這次介紹就到這邊 差不多 差不多就到這了 剛剛那個 真的有個恐怖的 所以 然後 王子在這邊 然後懶人包也給了 然後 所以 祝大家玩得愉快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